繼續關心那就是天氣情態了 我們來看到其實全台各地呢 今天普遍來講氣溫都是還蠻熱的 都是落在31到35度 特別是中午前後感受比較悶熱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們一定要記得多多補充水分 至於雨勢方面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定量降雨圖 就會發現到說整個台灣來講呢 即使北台灣以及中部山區的 都會有零星大雨發生的一個機率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先來到南部地區的部分 南部地區的話 因為受到西南風影響的關係 所以很容易出現短暫震雨或者是雷雨 接著我們來到中部 以後呢 它的中午熱對流呢 會產生雷震雨為主 至於其他地區 我們剛剛提到 是多雲稻青的一個好天氣 午後特別要注意 那就是各地的山區 還有大台北地區 都會有長江雨發生的機率 所以出門一定要記得帶把傘 還是有必要的